一百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宜蘭人文基金会董事长陈锡南前往环保署 参加绿色公民行动联盟 以及台东废核反核废联盟 严了反核自救会等团体召开记者会 环保团体拉起了核废料无解无解的标语 直接点名原子能委员会取得的台电公司 处理核废料的数据刻意隐瞒诸多事实 目前其实现在核一跟核二原本的冷却水池的设计的容量 是3030数跟5040数 3030数跟5040数 这是原本设计的容量 但是现在几乎两个厂用过水池 他们都用密集化的处理 什么叫密集化的处理 就是把用过燃料棒在水池里排得更密更紧更紧 这样的处理很可能会大幅的削弱冷却的效果 大幅的提升核废料辐射意外的风险 密集化的处置核废料 台电公司却只字未提让全国国民陷入毫无警觉的危机下 颜料访核自救会认为台湾的核废料政策根本就是千疮百孔 却要民众相信是安全的 不如核废料就放在总统府地下室以安民心 要知道核废料很难处理 因为高危险的东西 我希望政府也能先来热马 不要让核四能够再运转下去 因为我们核四建造的比核一核二核三还要烂 这些核废料也祸害子孙 如果政府没有处理 我是建议马政府干脆把它放在总统府的地下室好了 让大家知道这没危险 我们如果总统府就把它放了 你们八成可以放适 所以我是建议总统府 建议马政府 如果是建议总统府 还是建议我们这大台北市里面 环保署随后召开 评议原子能委员会提报 放射性废弃物管理政策评估说明会会议 长期提出非核家园目标 就是要停建核四的宜兰人文基金会 董事长陈锡南认为 台电没有处理核废料的能力 核废料爆量处置 拿国民的性命开玩笑 任何一个建筑物 任何一个物体它都有寿命的 但是我们的核废料是 是几万年才能够消掉的 那我们容器去装它 那将来实现一到 结构破坏掉的时候 那又会怎么样 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冷卸水的污染 水是无防不入的 我们有出于我们有出于 我们有面对这事情讨论过吗 第三个我们的核废料都无法解决 我们为什么要细建核四 让这问题一直扩大 扩散 所以我个人觉得核一核二核三 应该立即停疫或者减量 核四应该停建 我们在这里呼吁 某总统大会的总统候选人 应该到核二厂去 办一场政治计划表会 那面对核心 直接瞄准我们的问题 面对我们的生存的问题 我们这一代跟下一代就做什么交代 我们大会必须要个良知 核对是不可为的 因为它核为来是无解的 另一方面 环境保护联盟指出 原能会提交的环评说明书 根本没有针对上次会议 需改善的地方进行修正 也没有针对整体环境 及社会经济和文化资产 进行过科学化的社会研究 实在无法让国人相信 这样的环评内容 没有按照公经会的决议做事情 希望他们下次一定要做 如果没有做出完整的社会科学调查方法 没有给其他的环保团体看过 那么这个会议不应该再召开 针对环保团体的质疑 主持会议的环保署副署长邱文彦 要求原子能委员会提出说明 但原能会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却无法正面回复 不管现在是稳健减合的政策 或者是汇合的政策 国内的放射性汇气物 不管是低放射性汇气物 或者是用过火燃料 它是一个寄存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积极的面对这个问题 来督促台电公司来改进 大家所关心的这个议题 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将来在个案的开发环品里面 它无论是否一定要呈现出来的 这个我请大家了解 它是非做不可的 但是不是一定在现在的 由于原能会无法提出 更具体的报告数据和内容 环保署坦然接受 环保团体的程序质疑 认为开发单位 确实没有做到严谨的调查与报告 我们的环保署好像是在学习 在学习的环保署 是在学习走路的环保署 对何伦政策是这样的 这样出造 今天第一次的报告审查意见 就是把大家意见来做一个会诊 会诊完了以后 他们也做了一些修改 但是如果各位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还是会把它提出来 列入会议 如果这个相关的议题 在未来的审议当中 没有获得厘清 这个报告也是不会通过的 最后环保团体提出共同意见 那就是核废料无解 核四就要停建 停建核四 核四不要商团 逐步的停建 把核一核二核三停止 这样核废料的事情就可以 慢慢的去解决 就可以或者疏解 第二 那个管理政策 平衡 这个环体会议 建议 下次开的时候 能在核电厂 让大家感受一下 当地居民的这个困扰 部分环保署委员也认为 原子能委员会的核废料 管理政策评估过于草率 像是水资源 与自然生态景观的影响层面 在报告中 也都只以简单的无影响带过 因此要求退回修正补充 最后决议 第二次核废料管理政策说明会 将举办延续会议 核废无解 尽数废核 尽数废核 核废无解 尽数废核 尽数废核